救护车行进入口了之后 和一辆白色的旧车发生了碰撞 白色轿车打滑近180度 而这起车祸事件就发生在这个高雄的三明区 建国三路雨势中一路 当时救护车里头载着一名赖心男子 要将他送往医院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但是就在送他的途中呢 却发生了这一起车祸 由于他的状况非常的紧急 救护人员紧急调派了另外一辆救护车 来协助将这个赖心男子送往医院 索性他送到医院之后已经恢复了心跳 目前持续在医院救治当中 救护车与白色救护车发生了车祸 虽然救护车是红灯行进入口 但有一规定鸣笛 而白色救护车行驶方向 当时的灯正处于变黄灯之际 警方初步研判 是白色救护车的驾驶行进入口的时候 听到救护车鸣笛未必让 至于详细的奏势原因呢 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的鉴定分析